哲学上说,透过现象看本质,佛学上说一切凡尘俗事都会成为修行的障业,其实无论出家还是在俗事,我们都要保持一颗灵慧的心,都要学会通过一切迹象洞悉事物的本质。 印光大师曾教化僧众,如信心颇深,但好张罗即好游,好结交,实为修行一大仗,其尘前肚沫,则其意无量。 戒指,博也对此观点深信不疑,信心颇深是好现象,此生脱离轮回往生净土的好姻缘,但有障碍,障碍极好张罗,好游玩,好交朋友。 这是修行的大计,把不必要的应酬统统放弃,喜欢场面,喜欢行事热闹,与实际修行没有好处,因因以为戒,修佛人开示弟子无处不在,他们会从一件小事中教弟子洞悉事物的本真原貌。 有一次,佛陀和他的侍者在远行的中途停下来歇息,佛陀饥渴难耐对侍者说,我们刚才好像经过了一条小河,你去取些水来解渴。 侍者拿着容器很快就来到了小河边,但很巧合不远处的一对商人,骑着马从小河里挤驰而过,溪水顿时变得浑浊不堪,于是侍者转身回去。 对佛陀说,我正准备盛水的时候,不巧一对商人骑马从河水中践踏而过,溪水被弄脏了不能喝了。 据我所知,前面不远就有一条小河,河水非常清澈,而且离我们这里也不是很远,如果我们现在起身的话,两个时辰就能赶到那里。 佛陀生气地说,我们离这条小河很近,更重要的是我现在口渴难耐,为什么还要再走两个时辰的路去找水呢? 也许你这次去会有不同的收获呢? 试者满脸不悦地拿着容器又朝小河走去,并在心里不停地嘀咕。 刚才我明明看见水那么脏,根本就不能喝。 现在又让我去,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 可是当她再次来到小河边的时候,却发现河水那么清澈、纯净。 泥沙早已不见了,当事情的最终结果还未知的情况下,不要急着下结论。 人的双眼没法与真理抗衡,有时候亲眼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 更何况世上的事时时刻刻都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因此要多一份耐心等待和观察,而不是过早地贴上标签打上烙印。 以免留下遗憾和悔恨,一个人的身躯虽然只有六尺之长,虽然有生有死,但我却要告诉你们,苦的起源,苦的终止与导向终止的道路都在其中。 你自己的天堂与你自己的地狱都在这六尺之躯里,所以人要注重自身的修行。 我劝戒世人要重视自身的修行,心不妄念,身不妄动,口不妄言。 君子所以存成,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上不欺天。 君子所以慎毒,以需养心,以德养身,以仁养天下万物。 以道养天下万事,吴济大师是有名的德道高僧。 当人们遇到困惑时,都会来寻求他的帮助。 一个年轻人背着个大包袱,气喘吁吁地上了山。 他找到吴济大师说,大师,我非常孤独,非常寂寞,常常被伤害。 我现在感到生活是那么沉重。 祈求大师能帮助我解脱。 大师微微一笑说道, 施主,你的包袱里装的是什么呢? 年轻人痛苦地回答道,包袱里装着我每一次孤独时的烦恼遭受失败的痛苦,还有每一次受伤后的哭泣。 就是因为他们,使我觉得生活如此绝望。 大师什么也没说,站起身来,施以年轻人跟着他走。 很快,大师带着年轻人来到了湖边,然后坐船到了湖的对面。 上岸后,大师对年轻人说, 施主扛着船上路吧。 年轻人疑惑不解地问, 大师,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船那么沉,我怎么可能扛得动呢? 大师看着年轻人疑惑的眼神, 笑着说道, 没错,施主, 你是扛不动它。 在我们过河的时候, 船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过了河, 我们就要丢下船赶路, 否则它就会成为我们的负担。 孤独和寂寞以及痛苦和眼泪, 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丰富多彩。 但是如果我们老是纠缠在这些不快乐当中, 它们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负担。 年轻人低下头若有所思, 大师接着说, 施主放下吧, 生命承受不起太多的负重。 年轻人一眼放下了包袱, 他们继续往前走。 在赶路的时候, 年轻人明显轻松了很多。 他终于明白了, 放手后的生命原来如此轻松, 并体验到了放手的快乐。 生活中, 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思想压力。 其实有很多压力都来自于我们的内在身心, 所以要懂得及时放下, 只有这样才能接受新的东西, 才能健康快乐地生活, 才会真正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心有多宽, 事业就有多大。 一位历经风霜雪雨, 克服重重困难的成功者, 他的心始终是和他的事业融为一体的。 这是人们做事业的最高境界。 常人因佛经中说, 五蕴皆空, 无常苦空等, 因一佛法只一味说空。 若信佛法者多, 将来人世必因之而消灭。 此说不然, 大成佛法。 借说空即不空两方面, 虽有专说空时, 其时亦含有不空之意。 故须见说空与不空两方面, 其意乃为顽足, 何谓空即不空? 空者是无我, 不空者是旧事之事业, 虽之无我, 而能努力做旧事之事业。 故空而不空, 虽努力做旧事之事业, 而绝不执着明有我, 故不空而空, 如是真实了解, 乃能以无我之伟大精神。 而做种种之事业, 无有障碍也。 世上的任何东西, 只要想发挥作用, 就没有单独存在的东西, 只有相融相通, 才能构成一个整体而发挥作用。 纳仙出言途语, 充满了惠思灵巧, 弥兰陀王非常尊敬他, 有一天弥兰陀王问纳仙道, 大师, 眼睛是你吗? 纳仙比丘笑了笑, 回答说不是。 弥兰陀王又问, 那么耳朵是你吗? 纳仙比丘回答道, 同样不是。 那么鼻子是你吗? 也不是, 舌头呢, 舌头是你吗? 不是, 统统不是。 那么这样一来, 真正的你就只有身体了。 不, 色身只是甲合的存在。 你的意思是说, 义才是真正的你。 也不是, 弥兰陀王最后问道, 既然眼、耳、鼻、舌、身、 义都不是你, 那么你到底在哪里呢? 那仙笑了笑反问道, 陛下窗子是房子吗? 弥兰陀王一愣, 勉强地回答说, 不是, 那么门是房子吗? 也不是, 砖和瓦是房子吗? 也不是, 那么尊敬的国王陛下。 你是不是告诉我床椅, 梁柱才是房子呢? 不是, 也不是。 纳仙比丘很安然地笑道, 既然窗、门、 砖、瓦、梁柱、 床椅都不是房子, 也不能代表房子, 那么房子在哪呢? 弥兰陀王顿有所悟, 世界上没有单独存在的东西, 一切皆因缘而生, 一切是自信空。 所以我们在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来思考, 既想到此, 还要想到彼, 又若能解此意, 即知常人执着我像, 而做种种就是事业者, 其能力薄, 范围小, 时间促, 不彻底, 若欲能力强, 范围大, 时间久, 最彻底者, 必须与佛法之空意十分了解, 如是所作就是事业, 乃能圆满成就业, 故知所谓空者, 即是于常人所执着之我见, 打破消灭, 一扫而空, 然后以无我之精神, 努力切实做种种之事业, 亦由世间行事, 先将不良之习惯等一一推翻, 然后良好之建设乃得实现, 信能如此, 若云牺牲必定真能牺牲, 若云就是, 必定真能就是, 由世尖尖实实, 勇猛精进而做去, 乃可谓伟大, 乃可谓彻底, 古诗云, 我见他人死, 我心热如火, 不是热他人, 看看轮到我, 人生最后一段大事, 岂可虚于忘业, 经为讲述, 如下所列, 当病重时, 应将一切家事, 及自己身体皆息放下, 专意念佛, 一心悉记, 往生西方, 能如逝者, 如受已尽, 决定往生, 如受未尽, 虽求往生而并反能素欲, 因心至专程, 故能灭除素食恶业业, 躺不如是放下一切专意念佛者, 如受已尽, 决定不能往生, 因自己专求病欲, 不求往生, 无有往生故, 如受未尽, 因其一心希望病欲, 往生幽不, 不为不能素欲, 反更增加病苦儿, 并未重食, 亦可服药, 但仍需精进念佛, 勿作服药欲并知想, 并记重食, 可以不服药也, 于稀我病时事, 有劝言依服药者, 说解谢云, 阿弥陀佛, 无上一往, 舍此不求是为痴狂, 一句弥陀阿加陀要, 舍此不服是为大错, 因平日寄信净土法门, 尊尊为人讲说, 金白患病和反舍此而求医药, 可不畏为痴狂大错也, 若病重食痛苦甚聚者, 切勿惊慌, 因此病苦, 乃素事业障, 或亦是转未来三途恶道之苦, 于今生轻受, 以塑料长野, 自己所有依附诸物, 以于病重之时, 即施他人, 若依地藏菩萨本愿经, 如来赞叹品所言供养精相等, 则弥善矣, 若病重食, 神识犹青, 应请善知识为之说法, 尽力安慰, 举病者今生所修善业, 一一详言而赞叹之, 令病者心生欢喜, 无有一律自知命中之后, 成思善业决定生息, 人们既然能参透生死, 也不必执着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人生在世, 事事随行就可以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妇人请仙牙禅师为家族兴旺写些助语, 以便作为传家之宝代代相传, 仙牙禅师展开纸写道, 父死, 子死, 孙死, 妇人看了之后, 非常生气说道, 大师我敬重您, 请您写些助语, 可是您为什么会写些诅咒的话呢? 仙牙禅师解释道, 假如你的儿子先与你离开人世, 你将十分悲痛, 假如你的孙子在你儿子的面前死去, 那你和你的儿子都将会悲痛欲绝, 假如你的家人一代一代地照我所写的次序死去, 那就叫想尽天年,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兴旺, 禅师认为, 不管能否察觉到, 人类的存在是不能与自然偏离的, 人生在世, 一切皆为自然, 事事随行, 何必苛求虚无的完美呢? 人越是想强调自我, 想达到一种不可能的完美, 就越会偏离存在的中心, 人们每天都纠结于事实非非中, 其实给自己的空间并不多, 这些让人头大的是非对错, 总是搅扰着人们的心智, 让人们很少有时间去思考自己, 还原自己, 当你遇到是非对错的争执时, 要学会看透纷扰超越是非, 做最真实的自己, 这样才能获得安心, 我曾指点善友看透纷扰, 放开怀抱看破世间, 宛如一场戏剧, 何有真实, 这是我引用的莲池大师的一句话, 奇异被佛家解为, 世间事不容易看破, 但是看戏就容易体会是假的, 人生如梦境, 梦醒之后, 想想梦里的境界均非真实, 佛在经中常劝我们不要造恶,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明白这个道理, 决定不造恶业, 在世间吃亏上当, 还是欢欢喜喜地接受, 因为知道全是假的, 敬宗无比殊胜的特点, 是教我们抓住一个真实的法门, 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能超越三界, 一生成就, 为其他任何宗派所无, 其他宗派要向一生圆满成就是不可能, 假如有可能的话, 华言会上文书谱贤又何必求生净土, 中国两千年来, 历代祖师大德, 禅宗大彻大悟, 交下大胎缘解, 最后都念佛求生净土, 此乃彻底觉悟之人,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念佛是真实的, 佛家对念佛的崇幸如此至深, 世人也应该误透其中道理, 还原真我才对, 禅宗六祖获得了一波新印之后, 害怕别人极度迫害自己, 所以连夜逃走了,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众僧侣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纷纷追赶而来, 一位叫惠民的僧侣最先追上了禅宗六祖, 并假惺惺地说不是为了一波而来, 而是真诚地为了求法而来, 恳请禅宗六祖接见, 禅宗六祖说, 既然你是为了求法而来, 那么请先抛弃一切外援, 断掉心中所有思恋的念头, 过了一会儿, 禅宗六祖接着说道, 你不要想着善, 也不要心存邪恶, 你问问你自己, 你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 听了禅宗六祖的提示, 惠民顿时如醍醐灌顶, 大彻大悟, 接着他又请求禅宗六祖 再告诉一下秘密的意思, 禅宗六祖说, 如果我能够告诉你的 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如果你能好好反省自己, 秘密的意思就在你的心里了, 惠民听了感激地说, 我顿入空门已经很长时间了, 却不知道自己的真正面目, 你的指点, 使我感觉到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现在我了解了自己的心, 对自己完全明明白白了, 想要了解自己的心, 要学会时常反省自己, 了解自己, 矫正自己, 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欺骗一生, 才会懂得自己的所想所要, 才会明确自己心中的最终愿望和理想, 才会鼓足勇气一直坚持和努力下去, 才能在纷扰繁杂中, 超越是非找到真我, 如果心念被打扰, 就像石块落入水中, 必然引起内心的层层波澜, 当人被迷了心窍, 一切纷扰就会分至他来, 修行人大忌说人长短是非, 乃至一切事事非干即者, 我在对善友说法的时候, 也曾提到口不可说, 心不可思, 但口说心思, 便是魅了自己, 若专练心, 长思计过, 哪得功夫管他家屋里是, 粉身碎骨, 为心莫动, 收拾自心, 如一尊木雕圣像坐在堂中, 终日无人亦如此, 翻盖簇拥香花供养亦如此, 赞叹亦如此, 毁谤亦如此, 修行人对于自己不相干的事不要去听, 也不要打听, 不必想知道, 古人说, 知事少时烦恼少, 识人多时是非多, 凡事对于清净心有妨碍者, 都要远离, 反之心就迷了, 口舌是非弱气于别人, 大多时候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 如果口舌是非起于身边的至亲至爱, 有时候我们将无法抵挡, 那么听信口舌之后的恶果也只能自己承受, 平心静气就会心安, 就不会有恐惧和担心, 只有内心平静如水, 你才能直面一切战胜一切, 听我讲佛的人曾问我如何消除恐惧, 我回答他, 心跳恶梦, 乃素是恶业所限之兆, 然陷阱虽有善恶, 转变在乎自己, 恶业献而专心念佛, 择恶因缘为善因缘, 心跳恶梦, 这些现象是过去恶业种子在梦中现行, 不必介意, 金刚经说, 凡所有象皆是虚妄, 梦中象是虚妄的, 跟前的森罗万象也不是真实的, 恐惧和不安总是由心而生, 那是因为人们太在意了, 人们太在意外在的东西就容易产生恐惧, 就容易被某个不好的念头纠缠。